一口气看完918事变 1868年 日本明治维新后 国力后来居上 武士道的封建传统和资源的匮乏 以及西方殖民主义的示范等因素 致使日本成为了一个穷兵独武的军国主义国家 一直基于周边国家的资源与土地 1890年 日本首相山县友鹏提出利益线的理论 将中国和朝鲜作为利益线 宣称必须要保卫利益线 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正式成形 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 清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 签订马关条约 台湾岛及其部署岛屿割让给日本 1904年至1905年 日俄战争爆发 日本从沙皇俄国手中 夺得吕顺大连的租借权 以及南满铁路经营权 就此开始利用这条铁路 实施侵略计划 对中国东北的资源进行大规模掠夺 优质的煤铁矿石等战略资源 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 而同时大批日本人移民到东北 1910年 大韩帝国与日本签订日韩合并条约 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并入日本领土 1915年 一战期间 日本与德国会争夺青岛 以及周围地区爆发战争 最终 日本获得青岛 以及交际铁路控制权 1927年 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上 日本田中内阁 策划了侵略中国称霸亚太的计划 唯欲征服之那 必先征服满猛 如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之那 占领中国东北 是日本庞大征服计划的第一步 1928年 东北王张作霖乘坐的火车 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 张作霖被炸成重伤 送回沈阳后 于当日死去 史称黄孤屯事件 黄孤屯事件后 其子张学良 成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 并说服了缝隙大多数军政人员 宣布遵守三民主义 服从国民政府 以青天白日旗 替换五色旗 使称东北意志 东北意志 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 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攫取中国东北的阴谋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 以贼喊捉贼的卑鄙手法 公然用武力侵略东北 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 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 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 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 并嫁祸于中国军队 并以此为借口 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此事件标志着抗日战争的爆发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 由此开始 当天 日军从西面攻入北大营 他们借人救杀 仓促间有人跳窗逃走 来不及逃脱的钻到床下 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残酷射杀 东北军伤亡三百余人 此时 爱国官兵自发的反抗斗争已经开始 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一个团 与日军展开血战 冲出包围 随后 日本关东军统一出动 在一夜之间 用武力侵占南满铁路沿线的沈阳 长春 安东 本溪 辅顺 宁口等城市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 此时的抗战还处于局部抗战 在此期间 黑龙江主席马战山带领东北军 阻击日本侵略者 打响了江桥抗战 中国军队二十九军大刀队 在长城砍杀日军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将士坚持抵抗日军 四个多月后 东北全境沦陷 三千多万同胞 遭到侵略者铁蹄的蹂躏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 十四年的抗战中 大半个中国被践踏 有三千五百多万同胞伤亡 日寇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惨案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 日军在辽宁府顺平顶山 屠杀三千多名村民 一九三七年八月到十一月 日军在苏州屠杀七千四百五十六人 同年十月至十二月间 在长州与镇江 分别屠杀四千七百三十二人 四千五百二十四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 进行长达六州的大屠杀 和奸淫 放火 抢劫等血腥暴行 在南京大屠杀中 大量平民及战俘 被日军杀害 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 超过三十万 一九三八年二月 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期间 清华日军对重庆 及其周边地区 进行了长达六年多的 无差别轰炸 造成重庆三万多人 直接伤亡 六千六百多人间接伤亡 一九三八年二月到五月 日军在安徽凤阳 杀害一万两千余名平民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到五月五日 日军轰炸云南宝山 炸死至少两千五百一十一人 并投下霍乱细菌弹 致使霍乱流行 六万人死亡 日军在浙江 江西等地 也进行细菌战 对中国军民造成重大伤亡 一九四二年 五月二十七日到二十八日 日军在定县北团村 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 导致八百余人遇难 一九四三年 平山惨案 屠杀两千九百六十六人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 日军穷途末路之际 仍在海南乐会互住乡 屠杀村民八百余人 除此之外 日军建立七三一部队 对活体中国人 朝鲜人 联军战俘 进行生物武器 与化学武器的效果实验 其罪行 可谓是庆祝难输 无论